大家好,这一期视频我们来看一看在RAV里面如何检索地名 地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不管是作为关键词、主题词还是别的字段来检索的时候 地名它的拼写是不会变的 比如说我在美国的纽约市生活 那我要检索这个纽约市的话 那就是直接是英文的New York City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任何一个检索字段来检索 作为Food Tax Fails也好 作为标题也好 作为这个主题词也好 这个New York City都不会变 拼写都是同样的 三个英文单词 中间空格格开 中文的地名呢稍微有些不一样 如果是国家名 比如说中国 那我们的这个检索词就是China 当然也是任何一个字段检索都可以 但是中国的省民市民等其他的这个地名 包括一些县的名字 我们呢是用汉语拼音 然后如果是两个字的 或者是两个字以上的这个这个名字呢 我们的拼音 单个字的这个拼音之间呢是不空格 比如说我是这个 我是安徽人 那我如果要检索安徽 我是把安和灰这两个拼音放在一起 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Hong Kong 这个词在英文里边 已经算是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的 就是经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词 所以国际通用 就是大家都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评写 所以在写这个香港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Hong Kong 而不是拼音的香港 这个呢也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哈尔滨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城市叫哈尔滨 它呢也是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不用就是拼音的哈尔滨 这样来写 但是大家可能会说 那我不知道哈尔滨到底要怎么写 那这种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试试先用这个哈尔滨的拼音 作为关键词来做一个检索 试试看有没有结果 有一个结果 当然因为我们做的是关键词检索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主题词里面 它其实是有了中国 然后黑龙江 沈明 也是这样子 就是三个中文字的这个拼音 放在一起中间没有空格 但是下面一个哈尔滨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哈尔滨 作为主题词的时候 就是在 不光是作为主题词了 就是在这个Rubz里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评写方式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再把这个哈尔滨放进来 你作为关键词检索也好 作为主题词检索也好 应该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内容 我们试一下主题词检索 果然就有20个 然后作为关键词呢 可能会出来更多 作为关键词检索就是 不选择子端 27个 那地名检索呢 就是这样 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呢 大家如果知道 如果是中文地名的话 知道这个拼音 应该就会 可以做这个迅速检索了 如果是国外的地名呢 那我们就要看 如果是英文地名 就是直接用这个 它的这个英文地名 如果是其他语言的 我们可以像中文一样 先试这个 如果你只知道 只知道这个地名的 它的语言文的拼写 那我们可以先试 语言文的拼写 看有没有结果 然后在这个结果里面呢 在这个主题词里面 再去找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Rilm 或者是Rraft 它比较推荐的 这样的写法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